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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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差不多到7點鐘 我們都開始今天的講座 多謝大家來臨 中文大學 今晚的講座 其實是中大通識教育部 通識沙龍的其中一講 去到今個學年的 第五講 我們今個學年 通識沙龍的主題叫生活日常 新就是新的 全新的 嘗試從日常生活的角度 去探索 新常態的生活之下 有什麼生活的細節 生活的東西 我們可以去探索 之前會有一些關於音樂 關於飲食的講座 我們其實連續兩講 都會是關於建築的 今次二月才有 第一講就是徐仲文教授 今晚跟我們講現代主義 與日常建築 接下來都預告定 3月2日會有另外一講 都是講香港建築的 我很簡單介紹一下今晚的 講者Carmen 徐仲雲教授 就是現在是嶺南大學 歷史系的副教授 剛剛去年夏天出版了 《香港街市》這一本書 也是非常受歡迎 非常多人去接觸到的一本書 我借他這本書的一個副題 去介紹一下他今晚的主題 其實很多人都留意到 這本書叫《香港街市》 《香港街市》的副題叫 《日常建築裡的城市脈絡》 所以其實在本書裡面 如果大家有讀的話 都已經透露了Carmen 一個更加大的興趣 更加大的興趣 其實是說 《日常建築》作為一種 去挖掘香港的社會發展的 一個研究方法 待會當然他會再講多很多 我們事不宜遲 也都將時間交給Carmen 去跟大家分享今晚這個主題 謝謝你 大家好 首先很感謝中文大學 邀請我來參加這個通識的活動 我今天的講題是關於現代主義 我特別想集中去講現代主義 以及香港一些日常的建築物 我自己本人其實很希望可以 研究香港現代主義的建築 為甚麼我會覺得 香港現代主義的建築是重要的呢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放眼 去看看香港的城市的景觀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的建築物 都是用一個現代建築 或者我們叫做現代主義的建築的形式 去設計出來的 每一代的人 其實每一代的人 都有自己的建築的遺產 我覺得現代建築 其實就是我們現在這一代的香港人 建築的遺產 我們這麼多人未必真的經歷過 住在一些中式的鄉村的新界的建築 我們也未必真的會大家經歷過 住在一些或者是享用一些西式的古典的建築 但是我們所有人其實都是經歷過 或者都是身處一個年代 其實它最重要的建築風格就是現代建築 現代建築可以說是我們這一代人 一個很重要的建築遺產 但是很多人看現代建築的時候 就會覺得他們好像很平平無奇 甚至很多人都會覺得 它只不過是一些石屎樓 它都不漂亮 不漂亮 是我們聽到最多的 關於現代建築的一個批評 所以我自己就很想 有一個深入一些 或者有一個好一些的方法 去研究香港的現代建築 去告訴大家 或者去討論一下 究竟在一個什麼的時代 我們會有現代建築這個產物 但是呢 研究現代建築是一個困難 或者研究香港建築有一個困難 或者建築歷史有一個困難 那個困難有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 我們在香港其實建築業 是一個很澎湃的行業 我們建了很多樓 香港這個城市建的樓 的數量 可能比其他世界 其他很多城市的數量 但是呢 我們對於 建築設計的討論 其實不是很多 我們對於 建築要怎樣去設計呢 這個討論 其實不是真的很多 現在我們看回一些 歷史的資料 一些檔案的資料 我們甚至其實都見不到 當日有一個討論 是關於我們怎樣去建建一些現代建築 那個討論是很少的 當討論是這麼少的時候呢 就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我們有現代建築 但是沒有現代建築的討論 這個是一個我們在做建築史的研究裡面 一個困難 第二個困難呢 就是其實香港呢 是非常遲才有本土的建築師的訓練的 香港大學在1950年代呢 才創辦了建築系 在1950年代之前呢 在香港執業的所謂的建築師呢 其實全部都不是本地人來的 他們是一些什麼人呢 通常都是英國政府 跟隨著英國人來到的外地的建築師 或者是一些外國人在中國或者在香港執業的一些建築師樓 又或者呢 就是當日在國內一批的建築師 就落了來香港在香港執業 那就是說呢 其實呢 我們現在看到的建築物呢 我們很多時候看到的 他們的設計者呢 其實都是外國人來的 又或者他們的設計者呢 都是一些是國內南來香港的一些建築師 所以呢 我們的討論呢 就夾閘著很多 就是說 他們這些建築師 如果他們是外國來的 他們有多少是受到歐洲的影響呢 如果他們是國內來的 他們有多少是受到上海、北京的影響呢 這個是我們需要去想的 什麼時候才有我們本土土產的建築師呢 最後呢 最後一個 就是為什麼研究現代建築困難的地方呢 就是研究建築史的歷史學者呢 其實經常都陷入一個 迷思 那個迷思就是呢 我們很多時候都被一些大師的作品 去吸引 我們很想去研究那些出名的建築師 出名建築師的作品 在香港呢 都有一些出名的建築師 就好像剛才所說的 一些南來 在國內來的建築師 但問題是呢 在一些我們研究 譬如我們研究戰後的時代 或者戰前的時代的時候 這些建築師呢 其實他們的作品的設計都非常之好 但問題是他們的數量呢 都是少的 就是每一個建築師 他可能做了的事情呢 不是那麼多 以致我們在研究這些作品 研究某一個建築師的作品的時候呢 我們不能夠呢 是綜合到一些的得著出來 就是在他們少數的作品 每一個人有少數的作品 我們很難去總結到一些的東西出來 所以呢 基於之前這麼多的一些研究的困難呢 我自己就希望採取了一個 就是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看一些公共建築 或者我所說的日常建築 特別是呢 我就是想看一些 政府建的建築物 政府是 香港政府建的建築物 主要呢 就是由以前的 香港的公務司處負責的 公務司處 由香港 英國人來到的時候 其實公務司處最初就叫做 涼地觀柱 涼地觀柱 後來呢 在1890年代 他改了一個名字 叫公務司處 他一直負責設計 和興建香港的工營建築物 今天我們所說的日常建築 很多時候都會由公務司處的建築師去負責 直至1982年 公務司處 就因為它太龐大的組織 就開始把它分拆成為不同的部門 包括了我們今天的建築處 屋宇處 地政處 規劃處 這些部門 以前都是公務司處屬下的組別來的 我選擇去看公務司處的作品 因為公務司處的作品其實很多 而它這麼多的時候 是融讓了我們做一個所謂的中向的研究 就是我們一邊看建築物的演變 而希望看它的演變的過程裡 可以綜合到一些香港建築的特別之處 那麼公務司處是融讓了我們 它有這麼多數量的建築物 是融讓了我們做一個中向的研究 但是當然了 採取一個這樣的方法的研究 也都有它自己的局限 也都有它的局限 那個局限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其實由香港開埠之後 公務司處經常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沒有錢 第二就是沒有人手 因為香港沒有本土訓練自己的建築師 所以建築師就要由英國那裡請回來 所以公務司處其實一直都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它長期是不夠人手的 所以有時候它要將它一些項目的工程 是外判給其它的建築師的 所以我們看到的政府的建築物的一些例子 其實是夾集著一些是外判出去 給其它的建築師留下去做的事情 第二個困難就是公務司處是一個機構 它裡面其實有不同的建築師在裡面 最早期的建築師都是西人 後期也都有本地人出現 但是我們比較難在一個分析的角度就是 究竟幾大的程度 它的建築設計是受到它的部門 一些方向的影響 還是個別的建築師 自己有它的美感 或者自己有它的選擇 這是一個研究的局限 但是我就希望用一個這樣的方法 嘗試就是用一些香港我們日常見到的建築 去理解究竟現代主義 現代建築 如何在香港去發展 我今天的講座 我嘗試分開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我會先去解釋 究竟什麼是現代主義 第二個部分我會去講 戰前香港的建築 如何脫離一些政府的建築師 經常會做一些西式古典的建築設計 如何由這個西式古典建築 脫離這個傳統 而去做一些現代建築 而去到第三部分 我會簡單去講一下戰後香港的日常建築 一些設計的特色 就會大約分開這三個部分 現代主義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什麼是現代主義 又或者什麼是現代呢 其實我自己很喜歡香港廣東話 我們很多時都會譯現代代代代代代的 模特兒代代其實是一個更有趣的說法 因為它比我們更清楚 究竟些什麼意思 現在我今天見到青道幌 interestingly 承認很入好真 oy 拿著的好合時代 我不會問他 你做模特兒的 摩登這個字好像不是說最更新或者最時尚 摩登這個字其實是常用在某一段的時間裏面 某一段的時間我們才說你很摩登 我看粵語長片經常會用這些詞語 那什麼是一個很摩登呢? 其實很摩登就是有一班人 即是說是一個時代的人 他開始有一個概念 我和以前的人不同了 我和傳統下來的一個思潮 或者傳統下來的一些做法不同了 整個一代的人開始有這個自我認知 說我們和以前不同了 他們覺得這個時代是不同的 他們就叫這個時代做現代 叫摩登 如果我們用建築去做例子 其實西方的建築有幾千年的傳統 從埃及古希臘古羅馬時代 到拜占庭、羅馬峰、戈德式、文藝復興 一直到巴洛克或者洛可可建築 幾千年裏面 他的建築是有一個傳統 他只是在傳統的承襲上面 不斷地改良或者演變 但是他也是根據著一些傳統的 這些傳統包括了一些什麼呢? 西方的管點建築 它是比較重視比例 對稱的一樣 尤其是無論是平面 和在立面上面都是對稱的 也都會強調中心的部分 通常我們很容易看到的 一個建築物的中間 另外就是它的平面 很多時候會根據一些幾何去規劃的 譬如這一座樓的一個建築師 就希望做一個正方形的平面 中間要有一個圓形的空間 他就會用一些幾何的規律 一些幾何的手法去規劃這一座樓 又或者這個去到一個巴洛克時期的教堂 他們更加複雜 就是教堂的外形或者天花 是用三角形圓形的組合幾何 去得出這個這麼複雜的形狀 就是說建築師其實是很吸引了一些幾何的組合 第二就是西方的古典建築 它是有一些傳統的建築構件 是它一直會沿用的 由古希臘時代他們發明了不同的柱式 一直都會沿用這些柱式 又或者在古羅馬的時代 發明了一些拱門 他們會繼續用 那這些傳統的建築構件 在幾千年裏面 他們都是一直沿用的 我們一看就看到這些拱門 我們就知道它是西式的傳統建築 而且西方的傳統的建築 是很強調這個裝飾性的 這個是巴黎聖務院 你們如果去過的 都會看到它有很誇張的裝飾 周圍都是擺滿了這些不同的雕塑 如果我們看建築的發展 你會看到它的裝飾是越來越多的 去到後期 巴洛克或者洛可可時代 一些教堂 一些皇室的建築 是充斥著大量的這些裝飾物 但是當一個建築物 充斥著這些大量的裝飾物 它反映了的就是 當時的一些教廷 或者一些有錢人 皇室 它是一個很奢華的生活 它才會有這麼多的這些裝飾物 亦都令到後來歐洲的人民 開始對這些充滿著裝飾物的建築物 開始覺得反感 因為這些裝飾物 就代表了一些權貴的人 他們是享受著一些很奢華的生活 在香港開埠之後 其實糧地官署或者之後的公務司署 其實它在建造香港的公共建築的時候 都是採用一些西式的傳統的建築的樣式 例如早期的第一個大會堂 1869年起 第一個大會堂的位置 就是今天我們在中華 那個中國銀行的位置 就是在匯豐銀行隔離 就是舊的中國銀行 就不是新的貝月銘器局 當時就在海皮 就是第一個香港的一個文化的建築 另外就是中央書院 中央書院的位置 就是現在我們的PMQ 就是那個警察原創方 現在保育了做原創方的一個 就是以前的中央書院 中環街市 大家可能都見過這張照片 1895年起好的中環街市 在新界就算在平山 在一條村建的景處 都是用一個西式的建築 這種西式的建築 其實一直到1910年代 我們都還在建這些西式的建築 例如尤政總局 以及現在還在的 就是以前的最高法院 那麼去到1910年代 其實政府都還在建這些傳統的西式建築 但是看回歐洲 有一代的人 他們開始覺得 我們跟以前的傳統是不同了 他們有一個摩登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我們跟以前不同 這個概念是怎樣產生的呢 這個概念是由 即是17至18世紀的啟蒙運動 他們開始覺得 我們是著重的 著重理性 著重去思考 我們開始不滿教廷 或者不滿皇室的權力 亦都關乎於工業革命 在18、19世紀的工業革命 令到科技大幅的改進 亦都工業革命伴隨著的 就是資本主義的產生 人的生活在資本主義之下 亦都有很大的改變 連續這些這麼多的時段 出現了這麼大 對社會這麼大的衝擊的時候 這一代的人就會覺得 我們好像跟以前的人 我們的經歷已經不同了 他們開始一個現代 一個摩登的概念出現 為什麼科技會令到 我們有這樣的衝擊呢 如果以前我們學畫畫 學到你畫畫的技術的最極致 就是你畫得越來越真 越來越像 畫出來好像真人一樣 但是這件事其實變得沒有意義 就是在發明了攝影技術之後 其實就變得沒有意義 因為你怎麼畫 都不夠拍一張照片 這麼像真 你畫畫的技術 追求像真這件事 在攝影技術出現之後 變得沒有意義 於是一些藝術家就會去想 我們不需要再追求這麼像真 有一些印象派的畫風 就是後期就出現了 它會研究一些新的表現方法 那樣表現的方法 不會再追求以前那種 傳統的藝術表現的形式 而它可能會慢慢變得 只是一個印象 或者後來變得越來越抽象 一些的畫作 以前我們畫開風景 畫開花草樹木 畫開人物 變成只是一些線條 一些抽象的概念 甚至很多時候 只是簡單變成一些 簡單的線條和平面 這個轉變在藝術界出現了 同樣在建築也有這樣的出現 在十九世紀末 二十世紀初 我們看到建築的風格 是很大的改變 而且在一個百花齊放的情況 有很多不同地區 不同國家的建築師 他們創出不同的建築風格 例如在美國 有個芝加哥哥學派 Chicago School 他們會研究 他們會開始做一些高層的建築物 但你會看到外形也有少許古典的風格 在英國 有一群建築師推行 藝術和工藝 一些比較田園色彩 多些的 著重工藝的美術運動 在法語國家的地區 他們有 藝術和工藝術的新的概念 然後也是在美國 另一個建築師 Louis Kahn 對不起 另一個建築師 Fan Lloyd Wright 做了這個大草原的風格 比較鄉土形式的住宅設計 這些淋淋種種 我不詳細說 都是幾乎在同一個時段 在世界不同的地方都出現的 就是他們都有不同的建築師 他們都想去挑戰 以前 我們一直承繼了幾千年 傳統的一些歐洲建築的方向 這些在同一時間 在過去幾十年 我們會見到很多不同的 百科齊化的風格出現了 我們講義上 都可以說這些是現代建築 因為他們都受到一個現代思潮的影響 他們都希望去挑戰以前的傳統 這些不同地區 各自有新的建築風格的產生 我們都會見到有一個 同類的一個特點 就是他們都是大量地減少了 以前的西式古典建築 有的裝飾物 好像在1910年 奧地利的一個建築師 他曾經以一個 即是裝飾與罪惡 Onament and Climb 為一個 即是發表了一個演說 他在演說中 他就說 文明的進步 就是從日常用品 去除裝飾 是同意詞 即是說他根本是不喜歡 或者是討厭裝飾物 他覺得人類文明的進步 就是我們在日常生活的用品 包括建築物 去除了這些裝飾 而他自己也嘗試去做出來 就是他去設計了一間屋 這間屋在維也納的屋 是真的表現了一種新的建築的樣子 是沒有了這些裝飾物 即是純粹是靠一個 一個建築的體量去表現出來 就沒有了我們以前見到的 西式古典建築裡面的裝飾物 現在我們未必完全同意他這個說法 就是說文明的進步等於沒有裝飾 我們未必同意 但當時這些想法 在當時 在二十世紀初 其實是一個很強的 在建築師之間 一個很強的想法 他們覺得我們要挑戰 在以前傳統以來的建築的風格 而且我們也要去除這些裝飾物 直至我們見到一個百花齊放的建築的情況 其實後來他們都歸一了 即是說在不同的地區 有很多不同的建築風格 最後都歸一了成為我們所說的現代主義建築 那什麼是現代主義建築呢 就是當時歐洲的建築師 其實他們很想去討論 一種建築的風格 是適合他們這個摩登的時代 他們聚在一起 在1928年 就成立了國際現代建築協會 這個所謂的協會 其實就是不定期的時間 這群建築師就會找一個地方聚在一起開會 然後每一次的開會 就是一個大會來的 就是討論如何設計現代的建築 這個大會 這群人 其實有些是很知名的建築師 包括法國的… 其實他是瑞士人 然後去了法國的建築師 勒卡布什 勒卡布什 是一個在現代主義建築中 很重要的一個建築師 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 他就預計了 大戰是會摧毀很多歐洲的城市 所以戰後重建是一個大題目 戰後重建對於每一個城市 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建築師 都是一個大題目 而他見到戰後重建 即是他預計到戰後重建 是一個大題目的時候 他就提議了一件事 他就說如果我們要戰後重建 用運營土 即是用碩士 是一個方法來的 他認為碩士 就是我們現在現代建築的 一個很主要的建築材料 他很提倡去用運營土 去做建築物 他自己在1914年的時候 亦都做了一個模特兒 一個提案 那個提案就是說 任何建築物 如果我們要大量的興建 其實可以很簡單 就是我們做一個屋 這個屋子 只有幾個運營土的樓板 幾條運營土的柱 就可以做一間屋子 加一條樓梯 運營土的樓梯 這個屋子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很靈活 它只有幾條柱 幾個樓板 這個外牆 這個外牆 可以怎樣開窗都可以 因為你看到它的柱 就是在樓板的外面 是退入了一點點的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裡 建築牆 建築外牆 而那個外牆 因為不是承受重量 那個外牆 你可以怎樣開窗都可以 而我們那些柱 才是真的成重的 所以裡面 你想怎樣建築房都可以 他就覺得這是一個靈活的設計 又便宜又快又靈活 就很適合戰後的重建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建築師 我今天不會詳細多說 他的作品 但是我發現 有一個他很重要的 就是他最深研究 起住宅 特別是他最深研究 起集合住宅 什麼叫做集合住宅 就是歐洲人 他們慣性住一些獨立屋 他們每一個家庭 有自己的獨立屋 但是 勒格布什這個建築師 就會預計到 戰後重建 我們很需要大量的房屋的時候 集合住宅 會是其中一個 一個解決的方法 他自己就是研究 怎樣用這個石屎 在大規模 很快捷 靈活地 建一些集合的住宅 而他實際上 亦都在戰後 在不同的地方 在法國 在德國 都是推行了 興建這些集合住宅 另一個建築師 叫Walter Coppius 是一個德國人 可能很多人都會認識的 就是因為他就是 德國包浩斯設計學校 包浩斯 這個設計學院 創校的校長 而他自己也都設計了 這個學院 這個這麼出名的設計學院 的一個校舍 在德國德兆的校舍 就在1926年 是落成的 這間學校為何這麼重要呢 就是歐洲一直去學習 藝術的傳統 都是一些很傳統的教理 如何掃描 畫畫 這些這樣的 但是 這間學校的提倡 就是一些摩登的設計 的學校 因為他用設計 就是他開始有一個 叫設計這個概念 可以說是其中 最早期或者最重要的 就是一間設計學校 那裡面有很多科目的 有建築設計 有時裝設計 這些這樣 而這個校園 當他設計這個校園的時候 他是打破了 他也是打破了 西方古典建築的一貫 我們剛才說的那些做法 就是根據住比例 各樣東西都要對稱 強調有個中心的門口 各樣東西都要跟比例 這些這樣的做法 他設計這個校園的時候 他完全是根據著功能 去規劃這個校園的 例如在這個校園裡面 他有 這座就是一個workshop 這座就是一個auditorium 就是一個演講廳 以及一個食堂 然後這一座就是學生的宿舍 這一座就是行政的部門 這一座就是學校上課的地方 每一座其實是有自己的功能 所以他只不過是根據功能去規劃這間學校 而得出來的結果呢 就是說這間學校 它是很著重一個方形的體量 每一個功能它獨立成為一個方形的體量 另外就是說它不再拘離 在那些比例和對稱那裡 出來的學校這個建築物 是一個完全不對稱的一個設計 但是不對稱得來 其實他又很著重 那個立面的設計 是很有規律的 因為現代主義其中一樣 就是很強調理性 就是說在一個分亂的時代 差不多打仗了 在一個分亂的時代 人是想追求一些東西 是很有理性 很井井有條 所以很多時候這個立面的設計 亦都會根據著這些規律 希望做到一個很有秩序的 一個設計 這些歐洲的建築師 剛才我們所舉例的 Lagabuse 或者之後的Water Gopias 這些歐洲的建築師 其實他們在大戰發生的時候 他們都逃離了歐洲 很多他們都去了美國 當他們去了美國的時候 美國本土的建築師 看到有一班歐洲 他們在歐洲大陸 做了這麼多這些新的設計 設計的風格 在當時 在1932年 在紐約的現代美術館 Museum of Modern Art 我們叫MOMA 這個美術館 是其中一個展品 但最重要的是 這個展覽 取了一個名字 叫做國際風格 國際風格 就是幫這個展覽 取名的人 就認為 他們這班歐洲建築師 做出來的 這些風格的建築 其實就跟傳統完全無關 他可以在德國起也行 他可以在英國起也行 他可以在美國起也行 他可以在日本起也行 所以他就會叫這件事 做一個國際風格 因為他跟法國的傳統 跟德國的傳統 跟英國的傳統 跟日本的傳統都沒有關係 所以他們就會稱為 這是一個國際的風格 所以我們看到 現代主義建築的時候 有時候會聽到 有些人會稱它是國際主義 或者是國際風格的建築物 這就是歐洲當時出現的情況 你會看到 其實那個現代主義的出現 是跟幾樣東西有關 第一就是一群建築師開始 他們是想挑戰 一直以來的建築傳統 這個不單是建築界 其實是整個社會 不同的知識分子 都有一個這樣的想法 他們都想挑戰 一直以來的傳統 特別是大戰就來發生的時候 他們更加是覺得 一直以來的傳統是出現了問題 所以大戰才會發生 第二就是你會看到 好 那個現代主義的誕生 其實跟他們預計大戰之後 要重建是有關係的 就是很多的建築師 在當時他們已經預計到大戰 他們已經看到大戰 是即將會發生 而開始去想 在多一幾步 去想到戰後的重建 關於現代主義建築 其實近年我都留意到 有兩個研究的方向 第一個研究的方向 就是有一些外國的學者 可以開始把現代建築的討論 跟那個戰後重建 拉上了關係 即是說很多時候 現代建築都會 跟我們預計了戰後 要大規模重建有關 又或者是 打完仗之後 這麼多地方都已經摧毀了 要重建的時候 他們開始去想 哪一樣的形式是最適合 有這樣的討論 第二件事 我們看到近年多了很多的研究 去講現代建築 和殖民地獨立的關係 有很多的 好像現在我寫出來的 擺在這裡的書 開始去講現代主義 如何在歐洲以外的地方發生 例如在南美洲 在非洲 甚至現在開始越來越多人說亞洲 為甚麼他們會覺得 現代主義在歐洲以外的地方 發生是一個重要的 研究的題目 就是有很多人開始去覺得 現代主義在世界各地的流行 有機會是因為 它不是承襲著任何一個建築的傳統 而當一批的殖民地 他們在戰後開始紛紛獨立的時候 很多時候他們的國家的建築物 他們的建築師 想尋求一個建築的形式 是跟他們殖民的歷史脫離的 即是說我們以前是歐洲的殖民地 但我不想再建回歐洲的風格的東西 我想建一些東西 跟以前我們殖民地的歷史 他們會覺得是一個羞恥的歷史 是割裂的 我們是想做一個全新的風格 而這個風格 展現到我們開始投入一個摩登的社會 投入我們是一個新的世界 所以你會見到 有很多的殖民地在獨立之後 他們政府的建築物 都是會採用現代主義的形式 最顯著或者最重要的例子 這裏今天沒有放進去 其實就是巴西 當巴西獨立之後 即是在葡萄牙的殖民獨立之後 它建立一個新的首都 巴西利亞的時候 整個巴西利亞新的規劃 它政府的所有建築物的總部 政府總部 都是採用了現代主義的風格 一個很強烈的現代主義風格 就是南美洲的誕生 但是在香港的情況是怎樣呢? 我們看到在三十年代 或者再早一點 其實也有一些關於現代主義建築的報道 譬如在南華早報 它也會報道在不同的國家 開始有一些現代的建築物誕生 譬如左邊這個就是在柏林 就有一個展覽 是講現代建築 又或者右邊這個 它就講在巴黎的一個博覽會裡面 就開始我們看到有現代建築這件事出現了 即是說其實香港也有一些 間中也有一些這些這樣的報道 去講外國是怎樣去出現這些現代建築的 在非常罕有的例子 我看到有一些討論是關於現代建築的 例如就是這位叫做C.E. Moore的人 其實他是公務司處的建築師 他就去了香港大學給了一個講座 當時香港大學還沒有建築系 即是沒有建築的學生 所以他講座的對象其實是一些工程師 即是工程系的學生 在那裡其實他主要整個講座去講 有很多人就會覺得古典建築是比較漂亮的 但有很多人就會覺得現在新興 剛剛出現的現代建築就是實用的 他自己就會覺得我們需要在美學和實用性裡面 取得一個平衡 另外這篇南華早報的報道 就講另一個建築師叫Carle Limbon 就是他在自己的建築師樓裡 有一個小型的講座 其實這是一個什麼人呢 這個人其實他不是很出名的 他在香港 反而是建築師樓的拍檔 就是很出名的泛民趙先生 泛民趙建築師 泛民趙也是一個國內來到香港的建築師 他當時也很出名 也在香港建築的 包括現在的香港中文大學的應林堂 就是泛民趙建築師的一個作品 當時他們是拍檔 他們有一個小型的講座 這個講座裡面 這位Limbon的建築師 就特別提到 他想跟一些投資者去講 其實你看到國際風格 這個國際風格 你們應該去留意 他是比較經濟簡單和漂亮的 他特別是跟一些建築的投資者去講 就是說現代主義的建築 其實是有一個好處 有一個吸引力在這裡 但類似這樣的討論 其實不是很多的 類似這樣的討論 香港什麼時候開始 我們會看到 政府開始去建一些 我們看到的現代 有現代風格的建築物 我留意到這個改變 其實跟政府開始去用石屎 用運營土去建築 是有關係的 香港什麼時候開始生產運營土呢 就是由青州英泥廠開始 就是投入生產 1899年 開始就有青州英泥廠 香港就開始有 真的有運營土這個建築材料 早期我們看到整個由運營土建出來的建築物 全部都是一些很簡單的建築物 例如在10年代 我們會看到一些碼頭 就會用石屎去造 可能只有一個很簡單的蓋 又或者一些人力車牌 都是一些小型的建築物 或者油麻地碼頭 燈塔 這些 真的整個建築物 用運營土建出來 其實例子就很少 反而最顯著的例子 就是建街市 政府在兩次大戰中間 這個時代 其實香港政府的生活 香港人的生活很動盪 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其實整個華南地區 都不夠糧 有一個不夠糧食的風險 在1919年 香港甚至發生了一次的暴動 就是一些人要搶米 因為不夠食物 米價搶得很高 而接著的1920年 其實香港有很多次的大罷工 因為當時香港和國內 其實那個人的來去 其實是沒有一個管制的 很多人就因為大罷工 他們就回到國內生活了 當時他們都被國民政府的新政府吸引了 所以當時香港有這些罷工 一些抗議的活動 甚至是一些反政府的情緒出現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發現就導致了一個很直接的問題 就是食物的價格和生活的成本 都很上漲 因為一些這樣的罷工 令香港的經濟越來越差 吃糧食 整個區域的糧食也開始不足夠 看到買糧食的成本 真的越來越高 當時政府是結證局 結證局即是市政局的前身 結證局看到這樣的情況之後 它有一個建議給政府 就是說如果我們想降低食物的零售價格 我們要建更多的街市 引入更多的競爭 所以在兩次大戰之間 即是一零年代、二零年代、三零年代 政府就建了很多的大規模 建了很多的小型的街市 這些街市其實很簡單 就是政府開始用運營土 去建這些小型街市 其實它的設計很簡單 幾乎它只是用運營土建一個大屋頂 然後就用一些磚柱去撐住 在這個大屋頂 成為一個好像一個停的建築物 裡面就是街市 這個是第一個用運營土建的街市 就是油麻地的梳果街市 油麻地的梳果街市 其實這個位置就是現在的 油麻地街市的位置 也可能是最大的一個 如果單單是從一個去看 它可能是最大的一個 當時 政府在1913至1938年 這25年的期間 其實建了很多個這樣的 只有一個運營土的屋頂 然後用柱子支撐住的 這些簡單的小型的街市 裡面就是很簡單的 你看到這些磚柱 它頂住運營土的屋頂 然後就有很多的桌面 在豬肉桌、牛肉桌 這樣泊在一起 就是一個街市 但是我們看到一個情況 就是說 在這25年間 其實政府建了很多個 這些小型 用運營土屋頂的街市 但是到了30年代 其實政府開始實行了一件事 就是標準化設計 就是說它用同一個街市的設計 在不同的地方 照起同一個街市的設計 我們看到30年代 起碼有6個街市 是採取同一個設計的 這個設計是怎樣的呢 其實它都是用一個 運營土的屋頂 然後由一些柱子去支撐 但是到了30年代 政府就開始用 運營土柱子去代替這些專柱 所以柱子的尺寸 你看到小了很多 每一個街市都是這樣的 就是我們有幾個菜蕩 幾個雞蕩 魚蕩 肉蕩 旁邊就有一個小小屋 就是這個部分 這個小屋其實一半 就是一個湯雞的房 因為那些雞要直接在那裡湯 以及拔毛 另外就有一個員工宿舍 以及一個公廁 這個就是一個標準的設計 這個標準設計 在30年代 另外最少就是有六個街市採用了 包括這個堅拿道街市 就是鵝頸橋 以前還沒有那條橋 就是現在我們橋底下 有巴士站的位置 以前還沒有那條橋的時候 其實就真的有一條河 有一條canel 所以叫堅拿道 canel wall 旁邊這個街市 就是用剛才我們所說的 標準化的設計 或者是這個花園街的街市 都是用同一個標準化的設計 你看到就是那些混凝土的柱 現在是開始用混凝土 就不再用磚柱了 就頂住一個這樣的大屋頂 頂住一個這樣的大屋頂 就是一個這樣的街市 這些用混凝土的設計 是很簡單的 簡單方便快捷 很快就可以起到一個這樣的建築物 但是這些建築物 我們看到的都是很簡單 很小型的 小型的建築物 在大型的建築物裡面 其實在2020年代 政府都開始嘗試用這個混凝土的技術 應用在大型的建築物那裡 但是它只能夠用混凝土 作一個局部的應用 最主要是什麼呢 最主要就是用混凝土去建築那個樓板 和屋頂 這是最初政府用混凝土的技術 在大型的建築物那裡 譬如這個南邊上環街市 位置就是現在的上環民喻中心的位置 就是以前的上環街市 在這個街市裡面 其實街市的格局很有趣 因為它利用了一堆堂樓中間的空位 那個縄位去建一個街市 所以街市你會看到好像一個T字形 就是放在那些堂樓的中間 因為它一個T字形 其實就是在路上 有三個入口進去這個街市 因為它是一個T字形的街市 你可以想像得到它裡面其實很難 有很充足的光線 所以政府就開始在這個街市裡面 嘗試用混凝土做屋頂 也都中間用混凝土做一個拱形的屋頂 以致它可以在上面開一排的 直身站身的屋頂窗 讓陽光和空氣可以在屋頂 進入到室內的環境 那個街市的混凝土的應用 只是限樓板和屋頂 街市自己本身其實是用鋼架結構的 而外牆就是用磚砌的磚牆來的 這個就看得清楚一點 因為那些堂樓已經拆走了 在這裡拆走了 你看到其實雖然它開始用混凝土做屋頂 但是它的樣子其實都是用一些西式 古典建築的構件 我們看到那些西式的柱式 或者這些拱門、拱形的窗 都是一些西式傳統的建築構件 另一個可能現在大家都會見過的例子 其實都是早期利用混凝土的例子 就是在第二街的公共浴室 它都是用運營套做屋頂和樓板的 但是外牆其實都是用磚砌的 用磚砌的 第三個例子就是中環的消防局 這個 現在的位置就是中環街市前面的恆新銀行 其實以前就是中環消防局的總局 就是香港的消防總局的位置 它都同樣是用一個鋼架的結構 但是所有的樓板和屋頂都是用混凝土的 但是外形你都會見到 在二十年代落成的這個建築物 都是用一些西式的傳統的外觀 就是它有一些拱門 有些傳統的柱式 你看到它仍然是像一個西式傳統的風格 這個西式傳統的風格 去到什麼時候有一個改變呢? 我們發覺去到三十年代 這個風格就真的開始改變了 我們看到三十年代開始 當政府建造這些大型的建築物的時候 它開始摒棄了以前的 這些傳統的飾養的風格 它採取一個比較我們稱為簡約古典主義 或者是後古典主義的形式 其中一個很顯著的例子 就是現在我們都還看到的灣仔景廚 以前在未填海之前就是在海旁的 它是用一個比較我們稱為簡約古典主義的形式 或者是後古典主義的形式 就是你看下去它仍然好像一個古典建築物 仍然是很對稱的 中心是很清楚的 但是它就沒有了一些古典建築物的裝飾物 它撕走了古典建築物的裝飾物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說是一個簡約的古典形式 但是它仍然是維持著一個古典建築物的一些 穩味或者規律的 另一張照片 你會看到 如果你留意見到 就是它沒有了那些裝飾物 它改為用一些簡單的線條 改為用一些簡單的線條做裝飾 沒有再有那些 佈滿了整個建築物的裝飾物 它用一些簡單的橫線去做裝飾 特別是這些橫線的橫的坑紋 讓建築物看起來像石砌的古典建築物 但實際上不是的 而同樣的建築風格 在另一個西營盤街市 我們也看到的 和灣仔景柱是同一連落成的 你會看到它有很多類似的地方 雖然它在斜路上面 讓它沒有辦法做一個完全對稱的設計 但其實基本上它都是對稱 也是突出了中間的入口 同樣好像灣仔景柱一樣 它用很多的橫坑紋 去做這個裝飾 它沒有一些古典的建築元素 但是改為用橫線橫坑紋 做一些裝飾 是一個U字形的建築物 這個西營盤街市 就是現在在第三階和正階交界的 西營盤街市的位置 在這張照片 你就會看到那個局部 西營盤街市的位置 你會看到那些橫坑紋 令你覺得它好像 都仍然是一個古典建築的石砌的表現 但是除了這兩個例子之外 這個 看完這個明信片 你會看到當時的西營盤街市 其實真的很摩登 你會看到在當時正階的堂樓裏面 突然間有一個這麼摩登的建築物 表現這麼簡約的建築物 在這裏 裡面 這個街市其中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可以開很大的窗 跟以前的西式建築物有很大的分別 就是它可以開很大的窗 以前的街市 或者以前的很多建築物 其實它所謂的窗 是一個洞 即沒有玻璃 當時的街市都是這樣的 開一個很大的 沒有玻璃的窗 令到裡面 相對是光猛和通爽的 很多人 他回憶起這些舊的街市的時候 他們的其中一個 就是 評語 都是說 以前的街市都是 樓底很高 很光猛 很通爽 另一個例子 就是 現在都是留得低在這裏 就是舊的半山區的景處 都是用類似的風格去設計的 是像過剛才那兩座建築物幾年而已 現在它就改成了 大輪子康復中心 它就留下了 那你見到 它都是類似的做法 它有少少的對稱的穩味 亦都有少少的 古建築的一些構建的元素 但最主要都是用一些橫線 做一個橫鏗紋做一個裝飾 另一個例子 我想提出就是 當時 政府外判了中央櫻桃學校 給一間建築師樓的公和洋行 即現在我們叫巴馬丹娜建築師樓 P&T 的一位建築師 Cornel去做這個設計 這個跟以前我們見到 完全是根據西式傳統做的中央書院 是完全不同的 它是採取一個我們叫E字形的設計 平面好像英文的E字 這個E字形的設計 在當時的英國 好像是一個最流行的 一個學校的設計方法 因為E字可以圍著兩個操場 外觀跟我們剛才看到的幾個建築物 都一物相成 都是沒有什麼裝飾物 但它有一個好像古建築的 一個對稱 一個穩味 沒有建築物 主要都是用一些很簡單的橫線的線條 做一些裝飾 這個現在就成為了佐治五世學校 即是這間學校還在 這些幾個例子 1930年代初的例子 我們見到建築物的外形 已經跟以前西式傳統很大的分別 它們去除了很多的裝飾物 改為用一些簡單的線條去做裝飾 但總管是這樣 你仍然會看到古建築的一些規律 真正帶來的改變會是什麼呢? 我相信是這一座 就是我們看到的灣仔街市 我自己就覺得灣仔街市 在我們香港建築市裡面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例子 因為在政府的建築裡面 這個似乎是第一座見到 是完全沒有任何古典建築的任何痕跡 可以說是完全撇除了 剛才我們所說的好像建築 即是西方古典建築的穏味 一些規律 完全沒有了 你看這些舊照片 你會看到它是一個非常 就是我們現在說摩登的建築 它跟它附近的一些堂樓 是完全不同的 它跟山上的醫院 也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西式的醫院 也是完全不同的 它是很特別的一個存在 在當時很滑時代的一個 在香港很滑時代的一個存在 它是在山腳下面建出來的 在灣仔道和王后大道東交界 所以它的地皮是一個三角形的地皮 而政府的建築師就採取一個 一個流線型的風格 這個流線型的風格 開始在歐洲這些地方 或者美國 開始慢慢流行 就是當時的一些建築師 很想把建築物做到很流線型 是受到工業設計的影響 因為當時設計的那些 車、船、飛機 甚至是一些產品 好像收音機 那些都很流線型 所以建築物他們都追求 希望可以做一個流線型的風格 而灣仔街市 正正就是彰顯了這種流線型的風格 就是在這個三角形的地皮 建了一個三角形的建築物 但是每一隻角 在這三隻角 都是拋圓了 都是拋圓了 而且它是用很多 一些橫的遮陽板 或者是蟬逢 令到這個大廈 是很強調它的橫向的感覺 橫線橫向的感覺 又因為這些蟬逢 這些遮陽板 都是跟著大廈的外形 所以它是做到彎的 都是收緣了 令到流線型的感覺 更加突出 裡面很高樓底很光猛 最主要就是這些打斜的 其實是菜蕩 他們就放了一層一層的層架 你可以放一些蔬菜 給顧客去選購 跟著建築物的外邊去擺 中間就是一些肉蕩 當時 這張照片是灣仔街市 改建之前拍攝的 以前這個情況 真的涌擠了很多 擺滿了整個空間 但你見到樓底很高 而且最初的時候 這些窗都是沒有玻璃的 都只是一個洞 後來它就加了一些白劫 還有一些欄杆 做一些保安的作用 否則它也是一個大的窗 所以相對是很通風 除了灣仔街市之外 其實中環街市 也是另一個例子 做到這個流線型的風格 但它就沒有灣仔街市那麼強烈 比較內斂一點 而政府在建造中環街市的時候 政府其實在30年代 就決定去重建這個中環街市 而它決定重建中環街市 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以前的街市 它主要是 它是包括了批發和零售的作用 特別是中環街市 是最大的一個街市 所以它有一個批發的部分 但這個批發的部分 導致每天早上 就有很多的貨車走來拿貨 阻塞著中環的交通 所以當時政府就決定 我們要另外建一個批發市場 就不要再把批發和零售 夾站在一起 於是政府就在堅離地城 建了堅離地城批發市場 中環街市就順便搬走了一些批發的欄之後 就順便重建了 政府去重建中環街市的時候 當時的市政局主席 杜德 就曾經去上海 去參觀上海的摩登街市 他看完之後 他覺得上海的街市建得很好 他回來的時候 他就指示公務司處的建築師 要參考上海的街市的設計 去建這個中環街市 即是說 其實香港的中環街市 有可能是受到上海的街市的一些影響 上海街市是怎樣的呢 當時在上海的共同租界那裡 上海的公佈局就建了一批的街市 這些街市都是用石屎去建的 都是用棍營土建的 那麼這些街市包括什麼呢 包括這個福州路的菜場 你會見到它都是有一個大的圓角 即是它的長身的長角都是拋圓了 另外就是因為那條石屎柱 你會見到現在隱約我們都看到這些石屎柱 這些石屎柱是在外牆那裡退入了 所以外牆就可以連續地開了所有的 都開了窗的 窗是拋圓的 包著整個街市都開了窗 這個做法在另一個街市 小山道路賽場都是用同樣的做法的 長角都是拋圓的一個流線型 柱也是退入一點 讓它拋圓的 都可以開了連續的窗 我們看到這個處理手法 我們在中環街市也看到的 就是說中環街市基本上 它是一個長方形 長方體的建築物 但是它的長角 我稍後有照片都會看到 都是有收緣的 當然它沒有這兩個上海街市那麼誇張 或者沒有這個灣仔街市那麼誇張 但是你都會看到它收緣的部分 它的儲身 它的運營土柱 都是在外牆那裡退縮了 退入了 然後它可以融讓了一個街市 就扔扔扎 都開了這些連續的窗 所以你會看到這三個街市 都有類似的一些處理的手法 基本上在中環街市 是一個長方體的建築物 因為地盤 地皮是一個斜坡的 所以它是一個三層的建築物 但是我們在低位 就在德庫道中入 進去地下 走樓梯上一層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在一樓那裡 出回去王后大道中 中間就有一個大的天井 然後也有一條橋 是駁住兩邊的 中間的天井 以前呢 現在保育了之後就很漂亮了 以前其實這個是一個完全純功能的地方 就是讓那些檔後拍單車 以及擺這個雞腩 菜腩的一個地方 那麼街市的格局就很簡單的 就是一條長的走廊 然後檔位就在走廊的兩邊 你可以見到那個錫屎柱 錫屎柱的頂有一個我們稱為柱帽 就是一個闊一點的頂去頂住橫樑 這個做法在福州路的賽場 它也有一個同樣的做法在這裡 有一個柱帽 就是一個擴闊了的柱的頂去頂住橫樑 中環街市有很細心的設計 就是它每一類型的檔位 它都有不同的做法 今天你去到中環街市 你會見到有部分的檔位是保育了在這裡 譬如魚檔 它除了一個檯面之外 它後面其實是附帶了一個魚缸和一個水箱 那麼肉檔呢 如果我們看看舊時的照片 你會見到其實它的檯面上面 有一個很厚的木砧板在這裡 還有上面就有一些橫杆 給你掛一些肉 那麼菜檔就跟上面兩個就有點不同了 就是菜檔你可以走進去中間 選菜的 那麼菜檔就有一些的塵架在這裡 在這裡 水果檔的塵架又更加有趣 就是因為它的塵架是斜的 讓你擺放一些水果 而因為它斜的 為了防止橙、蘋果滾走 所以它的角尾 是會有一個站身板 去擋住那些水果 那麼 那麼你會看到這就是那時候的菜檔 那些情況 這兩張照片你就會看到 中環街市的長角 它也會看到那個修緣的情況 而它也有很多 和灣仔街市一樣 它也有很多遮陽板 也有比較內斂的處理 它也有一個少許的修緣 但是就沒有灣仔街市那麼強烈 甚至你看回裡面的天井的位置 它的遮陽板 它直身下來都是微微地彎下來的 它有很多局部細的位置 去體現了這些樓線型的風格 那裡面的樓梯也是 就是一條樓梯都很流線型的 帶到下來 有一個端處的一個彎位 將那個扶手去到尾 也做回一個彎的 這個這樣的樓線型風格 除了灣仔街市、中環街市之外 我們都在一間學校那裡看到的 這間學校就是羅富角師範學院 就是現在的搬咸道觀立小學 就是我們看到戰前 起的第一間 或者是香港第一間 真的起來是訓練老師的一間學校 那這間建築物 其實它的設計是由公務司署 以及剛才我們所說的設計 這間學校 那個公和洋行的建築師 康尼爾 共同去做的 當時康尼爾是有局部的時間 是幫了公務司署 去建立這個師範學校的 而這個師範學校 現今成為了搬咸道觀立小學 也是全港第一個 用現代風格設計的大廈 是得到法定古蹟的地位 應該是去年被政府評為一個法定古蹟的 第一種我們看到比較現代風格的建築物 是成為了法定古蹟的 這個建築物你會看到 跟剛才我們看到的學校一樣 它都是用一個類似E字形的平面 亦有很多遮陽板圍圍著學校 但是它亦沒有灣仔街市 那麼強烈的一個弧形的 流線形的建築物 它最流線形的部分 就是中間的樓梯位 它將樓梯做到一個半圓形的樣子 以至中間的樓梯位是它最搶眼 亦是最有這個樓梯風格看到的一個部分 那麼你見到那個樓梯 也有這些弧形的蟬逢 弧形的遮陽板在這裡 裡面亦都是一條樓梯的樓梯在這裡 那麼大致我們見到就是 戰前在三十年代 風格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由最初慢慢 就是由最初西式的古典 變成一個簡約的古典的形式 變成了這些現代樓梯的風格 但是在二次大戰前 就是香港被日本人侵佔之前 我們見到一個例子 就見到是趨向一個 就是現代主義的風格 就是沒有那些樓梯的東西 純粹是一個很現代的風格 就是灣仔消防局 就是現在鵝頸橋那裡 大家見到是鵝頸橋旁邊的 那個灣仔消防局 這個是一個很小的建築物 我相信可能是第一個 比較現代建築風格起的 香港的消防局 它就沒有那些灣仔街市 中環街市的樓梯形的東西了 也都摒棄了那些 對稱的設計 純粹是一個非常現代主義 非常立方的一個表現出來的 它很小的 那個大廈很小的 裡面主要是拍攝消防車 以及操場 上到上面就是 最主要其實是消防員 休息的宿舍 他們在當間的時候休息的地方 以及他們的食堂 整個建築物很簡單 這個就是我們戰前看到的情況 特別在戰前的情況 我們看到就是說 政府慢慢掌握了 用運營土作為一個很主要的建築材料 基於運營土的建築形式 亦都開始有很大的改變 政府在30年代 慢慢摒棄了以前的西式古典的建築 規律或者穩味 然後採取一個很現代建築的風格 由一個簡約建築 簡約的古典主義 去到一些樓線形 再去到好像灣仔、蕭鴻谷這個 完全沒有樓線形 一個很純的建築 現代主義的風格的出現 那戰後的情況是怎樣呢 其實戰後基本上 政府的公勞施主 是全面擁抱現代主義 不用想了 沒有再建一個西方古典形式的建築物 所有的都是走去現代主義的建築 戰後其實政府是陷入一個很大的困境 因為它要重建香港 無論是實際的重建 因為很多的樓是破壞了 或者在經濟上都要重建香港 當時香港在戰時的時候 人口大約是60萬的 但是一停了的戰爭之後 重江之後 人口就暴增了三倍 去到180萬 但是很多的人口都是由國內來到的 另外就是說 國內這麼大量的人湧入香港的時候 遼屋區的人口 在1947年其實有3萬人 但是在兩年間 是增加了10倍 去到30萬人 所以遼屋區 就是我們說的目屋區 成為了政府一個很大的難題 第二就是說 其實日本侵佔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 其實有兩成的住宅是摧毀了的 所以住宅本身已經是少了兩成了 而人口就大幅增長 所以當時香港的住宅是非常之不足的 之前我們有41個警署 但是日佔的期間 有22個就拆毀了 整個沒有了 就拆毀了 剩下的19個也有各樣程度的破壞 戰前我們有38個公眾街市 日佔的期間也有8個被拆毀了 或者摧毀了 最重要的就是 在1954年的時候 香港有1萬7千個兒童 在等候入學 但是實際上 學校的數量是很少 學位只有278個 所以起學校也是政府 刻不容緩的一件事 在這個時候 我看到 政府在戰後重建的10年期間 最主要它建了什麼呢 最主要它建的東西 第一就是要令到 從崗之後政府可以運作到 包括各個部門破壞了的辦公室 它要建一些辦公室 部門的大樓 另外其實它建了很多公務員宿舍 因為當時很多公務員 特別是洋人已經走了 他們要從英國去招募公務員回來 提供宿舍給他們 紀律部隊也要宿舍 另外也要維持社會的秩序的時候 我們需要很多警署消防局 民生也都有需要 我們要街市要學校 剛才說的學位非常之不足 醫院 郵局 或者一些交通的設施 最重要的是住屋這個問題 政府開始要建 在五三年之後 發生食劍美大火之後 政府開始用了很多人力物力 去建篩子區 和後來的廉租屋 當時政府的公務司署 就是要負責建篩子區 所以公務司署 在戰後陷入了非常不夠人手 這個局面 因為它建篩蓮祖屋 和建篩子區 已經用了很大的人力物力 到了非常後期 可能是六七十年代 當社會開始穩定回來的時候 才開始出現一些文娛康樂的建築物 就像六二年落成的大會堂 都是當時唯一的文娛的建築 後來才在各區有社區會堂 社區中心 或者一些運動場 永遲的誕生 所以在戰後的時候 其實政府就陷入了一個這樣的困境 錢不多 需要就是很多 在這個時候 政府在公務局 在第一份戰後的年報 的報告那裡 他也是這樣說的 他說了幾件事 就是說 我們是要用最少的人力物力 去建篩最多的東西出來 最少的人力物力 去建篩最多的東西出來 甚至當他後來政府建篩最多的大廈的時候 可能很多我們這個年紀的人 我自己都是在這個大廈出生的 我兩歲之前都是在這個篩子大廈住的 很多我們經歷過篩子大廈的 其實都會覺得那個設計真的很差 坦白說 就是很簡陋的 或者這樣說 但其實政府是知道這個問題的 在政府的篩子事務處的年報裏面 當他建篩了篩子大廈之後 他其實這樣是自己說的 他說 This was not high-grade housing 這些不是一些高級的住宅 這個只是在這個緊急的情況 在石業美大貨之後 緊急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建出來的一些住宅 我們接受這些 substandard housing 我們接受這些不合規格 或者是低質素的住宅 不是一個輕易的決定 而是一個很無奈 在那個環境之下 我們要接受的一件事 所以其實政府是知道自己 是不足夠人力、物力 他唯有接受一些他覺得 可能當時覺得 根本是不滿意的一些設計 這個其實我希望大家知道 就是這個是戰後的情況 所以為什麼我們現在看到很多 我們說的日常建築的時候 我們覺得它很平平無奇 不漂亮 或者這些什麼 其實我們要清楚 其實它是跟香港當時的社會環境 是一個很重要的關係 當時政府全面擁抱了 這個現代的設計 譬如你看到那些報道 新建的政府建築物的時候 它都會用了Modern Design 即是說政府現在是用這個Modern的設計 在建這些的差館 或者建這些醫院 我們看到戰後 特別是戰後早期的時間 那些建築物有幾個的特色 第一就是它是根據功能的規劃 亦都是容養一個不對稱的設計 譬如在1953年 是建的這個必裂喳士街街市 即是現在我們保育了成為 那個新聞博物館 在上環那裡的那個 是戰後第一個多層的街市 它是兩層高的 那麼這個街市 亦都是政府的公務司處的建築師去設計 你開始看到公務司處的建築師 有華人的名字出現 我相信這個是華人 他姓陳 開始有華人的名字出現 這個設計你會看到 它是採取一個不對稱的 門口就側了去左邊 跟之前我們看到灣仔街市 中環街市那些都不同了 因為他們雖然是用現代樓市型風格 其實基本上都是對稱的 那麼現在政府就開始覺得不對稱都是OK的 那麼它是一個很方形的設計 又沒有了以前那些流線型的線條 一個不對稱的 強調在橫線的一個設計 另外呢 我們看到那個不對稱的設計 除了在那個立面的處理 就是說除了在外場的處理之外 在整個規劃那裡都會有一個這樣的情況 譬如在九龍城景處 它是戰後第三個景處 第一、第二個是相對小的 那麼較為大座的建築物 就是九龍城景處 那麼它的設計呢 就是說它不單止是不對稱 還要是一高一低 一個高座一個低座 就形成了一個L型 L型的設計 一個不規則的一個規劃 那麼這個 這個 嗯 嗯 嗯 差館呢 就很簡單的 就是說 這個L型的就是差館的部分 有一個操場 後面這些其實就是警察的宿舍 就是連帶在一起的 就是差館、操場、宿舍 一個操場、一個群組 那麼今天九龍城的景處都在這裡 不過那個警察宿舍是拆了 成為了另一個 可能是辦公室 那麼它就是採用這個這樣的 一高一低 是L型的設計 進口就是中間 L、L、L型的中間的位置 進去 這個做法呢 我們看到很多其他建築物都有類似的情況 這個就是平面圖 那麼在中間的位置進去 一條大走廊就是各個辦公室 就是現在我們叫的旺角、先旺角 都是一樣的 那麼它都是有一個高座、一個低座 這樣的一個處理的方法 那麼如果你看一個平面 你看一個高空圖 你就會看到它那個L型的處理 一個高、一個低 那麼當然它也有其他附帶的建築物在這裡 那麼基本上它就是一個L型 一個高的位置 一個低的位置 包含著一個操場 然後就有一些附帶的低層的建築物在這裡 而比較重要的例子 其實就是黃隱書院 黃隱書院一直都是官校的龍頭來的 那麼 在戰後 政府就重建這個黃隱書院 在銅鑼灣那裡 重建這個黃隱書院 在重建黃隱書院的時候 政府的公務司處的建築師 其實就討論過很多不同的方案 四個不同的方案 看看怎樣編排 怎樣規劃學校的 最後他們就採取了這個方案 這個方案看上去就是很… 第一它是很不對稱 第二它是純粹用一個功能 去想法去規劃的 其實是很直接的 其實就是我們在銅鑼灣進去 正門進去 一邊就是禮堂 一邊就是教員室 然後打直走就是課室 最後就是特別室和廁所 基本上是一個純粹用功能 去分不同的每一座的建築文 然後搏在一起 以致就做出來 就是一個非常之不對稱的 一個純粹用功能去規劃 就是剛才說的 這個入口在這裡 禮堂 教員室 課室 特別室 就是那些實驗室 後來它就再加建了這部份 加建了這部份 所以它就展現了 跟我們戰前見到 那兩家學校的例子 一個用E字形的規劃 那個例子 是完全不同了 而這個根據功能的規劃 在戰後的學校 在黃隱書院之後 都是用類似的做法去做的 這個是另一張照片 我們看到一個教員室、課室 以及一個禮堂 在規劃處理上面 開始就有一些不對稱 純粹靠功能去做的規劃 另外就是說 我們看到那個立面處理 都是很追求規律性的 譬如這些官納小學 1958年的官納小學 你都會看到它的立面處理 是非常之井井有條 有一個秩序在這裡 政府在戰後 其實看到這麼多學童 是等著入學 所以起小學 是他們其中一個很大的題目 很大的重點 因為最基本的教育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小學的量 是比中學多很多的 你會看到這些學校 都會採取很規律的立面設計 特別是你會看到很多政府的建築物 都很喜歡用這些遮陽板 因為當時的社會都是沒有冷氣的 用很多的遮陽板去防曬 另一間學校就是寶淚山 寶淚山其實就是炮台山 炮台山以前的官納小學 現在就變成了炮台山 進入衛理中學 外形你都會看到 有很多方形的體量 然後很有規律的立面的處理 在燈龍舟街市 我們都看到類似的處理方法 燈龍舟街市 就外判了給私人的建築師 王祖堂設計 但是你都會看到 它的外形都是很規律的 亦都是用很多這些 我們叫做蛋格的遮陽板 即是橫直的遮陽板去遮陰 還有它是有一系列的通風窗 都是當時的建築物 即是很實用的一個處理方法 用遮陽板、通風窗 戰後開始政府在60年代 開始慢慢就起這些社區中心 雅麗山就是第二個 第一個應該是黃大仙 如果沒有記錯 雅麗山在荃灣 就是第二個社區中心 你看到亦都是用一個很規律化的方法 去設計那個外觀 這些遮陽板、這些技術 處理方法亦都是出現 即是說無論我們在學校、社區中心、街市 你都會看到很類似的設計的手法 都是出現了 去到70年代政府是多了這些文娛的建築物 元朗大會堂可能是第一間社區的大會堂 如果我找到的資料 暫時就看好像是元朗應該是第一個 亦都是用一個很規律的方法去處理那個立面 最後一個…不是最後… 我們看到另一個建築的… 戰後政府建築的特色 就是它會用一個模組化的設計 去做一些長型的大廈 當然用模組化的設計 比較適合的就會是… 好像是… 對不起,這個不是警察總部 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現在的原創方 就是那個已婚的警察的宿舍 這個宿舍就是被警察住的 所以它是用一個模組化的設計 就是每一個… 一格格的單位 拼在一起的一個設計 成為一條長條型的大廈 那麼在原創方 即是在這個已婚的警察宿舍 我們會見到每一個單位 很簡單的 它的單位就是一個空格 一個空間 以及一個露台 而有一條大的走廊 在走廊的另一邊 才是那個… 的廚房來的 即是說廚房和那個… 居住的空間是脫開了的 那麼它沒有廁所的 那麼所以它們要用公共廁所 在那個大廈的兩邊 那麼造成了一條長條型的設計 你會見到是重複的單位 這樣造的 現在就保育了成為這個原創方 這個模組化的組成 重複又重複的組成一個長條型的大廈 其實政府就不單止建了這個… 原創方的那個… 上環的那個警察宿舍 其實這些警察宿舍 政府建了好多… 即是好幾個的 但是現在都… 都拆剩了西環這個 現在還在這裡 另外廣東道、灣仔 和長沙環這幾個就已經拆剩了 但是你都會見到那個模組化 重複那個長條型大廈的這個… 這個處理方法 那麼當然了 即是廉租屋、 骰子大廈都是用這個處理方法 但是呢除了住宿之外呢 其實呢 政府的部門呢 它都是用同樣的處理方法的 例如呢 這個警察總部 在灣仔 也是現在警察總部的位置 都是用這個模組的形式 形成了一條長條型的大廈的 那麼… 它以前就是海皮 即是未填開之前 其實它的位置就是海皮 那麼你看到很清楚在那個臘臘上 看到那個模組的模組 那個模組化的處理 那麼… 如果我們看這個平面 其實它就是一個T字形的平面 你就會見到其實它就是… 一個重複性 這個長方形的模組 一直這樣重複下去 兩個方向 這樣就組成了這個大廈 那麼其實政府總部呢 即是中環的政府 舊的政府總部呢 都是用類似的方法去設計 但是… 今天就不多說了 我自己覺得 最極致的一個例子 其實就是伊麗莎白醫院 那麼今天呢 我們伊麗莎白醫院 周圍被很多的扭包圍著 你們未必看得那麼清楚 但是呢 如果當日在剛剛落成的時候呢 你就會見到它真的用那個模組 造成了一個非常長型的一個建築物 那麼平面其實是兩個十字形的平面來的 這樣子是兩個十字形的平面來的 那麼… 當日在起好的時候呢 它真的很展現到那個 現代主義的建築那個… 簡約重複規律的那個風格出來 那最後呢 最後呢就是我們見到政府呢 其實我們之前都已經說過 它在三十年代已經開始呢 在做街市的時候呢 已經做了一個標準化的設計 那麼在戰後也是沿用這個標準化的設計 譬如我們剛才說 說呢就是警署 其實第一個警署呢就是沙基灣警署 戰後第一個警署是沙基灣警署 那麼你見到它跟銅鑼灣的Bayview警署呢 其實基本上是一樣的 就是那個設計是一樣的 只不過呢是那個警署宿舍呢 因為那個地盤的關係 這個警署宿舍就放在山坡上面 這個警署宿舍就放在它旁邊的 但是基本上你會見到那個格局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政府是開始用這些標準化的設計 在不同的地方 剛才說的就是政府要大量起小學呢 亦都是開始了在五十年代 開始了一個標準化的設計 當時呢政府就設計了這個叫二十四班房 的官納小學的一個標準設計 就是那個基本上那個學校的校舍呢 就是一個U字型的校舍 你進去之後呢有一個大堂 然後去一邊的班房就有四個 走過著教員室去另一邊的班房也都是四個 它有三層高所以就有二十四個班房 有趣的地方就是你看它的教員室 其實它有兩個校長室 就是它是一坨的教員室 就是因為當時學校是分上下五校的 所以它的教員室就要一坨 兩個校長 一人一人一個 那當然呢 我們最熟悉的可能就是這個火柴俠小學 就是去到七十年代 政府就建了很多這些標準化的學校設計 也都越來越高的 越來越高層 做了這些我們看到很多在香港的火柴俠小學 所以總括而言就是 其實政府在戰後遇到很多的困境 所以它的設計 它不能夠做一個很精細的建築物 因為它當時戰後重建的情況 條件是很困難的 它要大量建很多的東西 用很短的時間 很少的錢 但是在這裡政府就採用了一個現代主義的建築 將所有東西簡化、簡約 也都採取這些無組化或者標準化的設計 使它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 去解決了很多市民的一些需要 今天我說的大致上是這麼多 而我想帶出的就是說 我們今天看到的很多的日常建築 我們除了覺得好像很平凡、很不美 但其實它們都是一個時代的產品 而這個時代的產品 是與我們戰前、戰後的社會狀況 其實是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在我們欣賞這些日常建築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不是純粹是一個美學上說它是否漂亮 而是我們看到建築物 其實是反映了一個社會的時代 一代人的生活 多謝大家 今天分享就到這裏 拍攝 好 多謝Carmen和徐教授 我讓它們先喝淡水 一口氣說了九十分鐘 我們接下來會有一個問答的環節 但是我想我也很快簡單回應一兩句 其實是一些無聊的事情 我自己聲稱我是很欣賞現代主義建築 但是剛才聽的時候 有兩個位置我覺得挺震撼我的 因為它證明了給我看 日常的現代建築是很容易錯過 甚至你真的很喜歡現代建築 你都會很容易忍耐了它 因為第一 我其實就是黃銀孫的舊生 但是我一直以來 我甚至現在住在那裏附近 我到處 全香港去看現代主義建築 但是我沒有特別留意我的武校 所以剛才一聽就覺得 原來用另一種角度去看 它真的看到那幾個組件 那幾個功能拼在一起 第二就是我經常去鵝頸橋街市買菜 我從來都沒有覺得那個消防局 是一個我心目中的modernist建築 剛才一聽就覺得是 為什麼可以永遠都錯過呢 我覺得所以今天這個表演 我聽得很陶醉 是因為它好像說出了 即使你很關心現代建築 都可以完全平衡而過錯過的 一些很日常的建築 我覺得是很興奮的 這是第一 第二 我一直看見那些照片 覺得很精彩 因為我記得有位朋友說過 因為現在網絡上很多人 在傳統的舊照片和舊記錄 我們就很容易看到 當一座現代建築 真的坐落在一堆舊的建築之間 它那個 是很清晰的視覺上 剛才很多照片都看到 很感謝Carmen 很慷慨的 分享了很多這些資料 我大概兩個分享 我或者不妨礙大家的時間 我有事都可能留下 如果待會沒有人問 我才問 先交給大家 各位朋友 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問請隨便舉手 多謝徐教授 這個現代主義建築 和包浩斯 都是著重這個功能 和可以容許不對稱的設計 但兩者的分別 是否現代主義 除了容許不對稱的設計 但亦強調簡約和模組化 即是兩者的分別 首先 其實這個問題我經常被人問 包浩斯其實是否一個風格 特別在香港很多時都會說 這個建築物我們是包浩斯風格的建築物 所以我們要保育它 這些東西我們聽過很多時 灣仔街市、中環街市 都有被人說過是包浩斯 但我自己就不覺得包浩斯是一個風格 它是一間學校 正如 因為那間學校有幾個很出色的主持人 剛才的Water Gopias 是創校的校長 她後來的第三任校長 Miss Randall Wall 也是很出色的建築師 她就是因為她主理這間學校的幾個建築師 都非常之重要 在建築史上非常之重要 以至有很多人 當將她們自己的作品 即是Water Gopias自己的作品 或者Miss Randall Wall自己的作品的風格 當作是包浩斯的風格 我自己就覺得她不是一個風格 她是一間學校 是一間劃時代的學校 但她自己不是一個風格 反而這個學校 她是受到整個現代主義的思潮的影響 無論是Water Gopias自己 或者之後Miss Randall Wall 她都是剛才我們說的 那個國際現代主義協會的成員 她們基本上那一堆建築師 是聚在一起去談究竟所謂的現代建築 應該是怎樣 而她們那個現代建築的理解 就是說建築是要服務現代社會的 就是說我們要做的事是設合社會的需要 而當時社會需要追求的就是 簡約 因為他們不再喜歡這些裝飾物 簡約經濟實用 因為戰後重建的問題 簡約經濟實用 當然她沒有特別去說我要不對稱 或者沒有特別去說我要模組化 她沒有這麼說 但是因為她是強調那個功能行先 所以功能在主導之下 我們的規劃出來的學校就是不對稱的了 或者是我們因為要經濟實惠 我們要大規模的建立東西 所以用模組化或者用標準化的設計 就是適合這個時代 就是他們追求的東西 就是說我們要做一些的事是簡潔 經濟實惠 用實用性 用功能去主導 這個就是整個所謂的現代主義的思想 建築的主流的思想 你好 嘉雯教授 我也是姓徐的 我也是校友來的 我想多謝你給了這麼精彩的絕倫 一起康城絕無冷場的演講 我沒有你的股份 不是踩她的鞋子 確實說得很好 我想問 我們都讀過這些火柴俠小學 我們是香港居民 我們有些跟建築和房地產開發的相關 在各地都走過一趟 但是你現在叫我們去回 今時今日就像剛才主持人一樣 這位帥哥 後友 其實我們都經過灣仔消防局 或者我們會見到一些學校 我們會去中環街市的新的 大家變成去購物中心 我的問題就是 雖然我們是越外香港的市民 比較資深 但是我們很難用到你的視覺 那種美學 你有建築的知識 去看回現在我們這些香港的建築 包括你去大館 我們都要去玩一下 但是如果我們有去內地 北京 上海去到一倫敦 柏林之類 他們的東西是多元一些 以及文化豐富一些 那你自己個人的 你是用什麼眼光視覺 或者美學角度 去看回我們香港這些東西 我個人比較貪心 想跳入你的腦子裡面 如何去吸收你萬分之一的knowledge 或者你的文化審美的角度 去看得到我們香港更加豐富 因為我前提就說 大館、中環街市 現在我覺得他們不是那麼驚喜 如果今時今日全世界各地 包括你內地做事 你不要計算深圳 你北京、上海很多 吳青島 他們做的那些很多文化創業 產業的那些 像上海那些 隨便一個project仔 它那些東西是真是多漂亮 以及多精緻 你用你的角度 你如何去審美 或者看到你香港更加多元 更加漂亮 不好意思 說得長了 麻煩你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我自己為何會被所謂的現代建築吸引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 我其實覺得現代建築才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建築遺產 正如我開場的時候說 我們沒有人 很少 真的有機會住在新界很漂亮的中式的建築 也沒有機會住在西式的建築 我們這一代人就是住在現代建築 大部份的人就是住在現代建築 正是因為我們全部人都經歷過現代建築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就會 就像剛才Samson所說的 就是遺忘了它的重要性 但是如果我們在我們自己這一代 都不去理解 我們自己這一代的建築遺產 或者不去盡力去保養某一些建築遺產的時候 其實我們下一代就不會看得到 或者知道得到 我們這一代人的建築遺產的那個重要性 我覺得保育現代建築 或者看現代建築有一個困難 那個困難就是說 因為它是很簡單 也是石屎樓 你就會覺得拆了可以建同樣的東西 很容易建同樣的東西 就不會說你拆了一個大館 你現在要建出來真的很難 或者你拆了一個西港城 你現在要建出來真是不可能的 現在就覺得這些東西隨時都可以拆了它 因為它很簡單 建出來也很簡單 導致我們很容易輕視了它 而我覺得我們需要有多些的 一個有系統或者詳細的研究 以致我們才能明白到它在整個建築的發展裏面 那個位置 例如我自己出了這本書說街市 而當我這樣去看街市的發展的時候 我就會看到灣仔街市其實很重要 它基本上是當時很劃時代 完全脫離了以前風格的建築物 但是如果我們不知道的時候 我們單看灣仔街市自己 我就不會覺得它那麼重要 因為它不是真的很漂亮 你會覺得很簡單而已 你不會覺得它那麼重要 以致你會看到其實它的保育的評級 都是很低級的 又或者當日其實政府要重建灣仔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是想拆了它 甚至你看回當時的開會的紀錄 是覺得它根本不重要 沒有價值的 簡直說是沒有價值的 有班人或者在香港建築師協會 當時是很想去保育灣仔街市的時候 最後才出了一個這樣的折衷方案 就說又保育又要建樓 所以現在就變成在上面建一堆東西 我覺得這些我們的決定 當時的決定 是因為我們對整個建築的發展 或者社會的發展不清晰 就是沒有一個系統性的研究 而我自己就很希望 如果我們有一些多些的研究成果的時候 我們看的東西會不會有些不同 或者我們到要做決定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的不同 我想幫忙補充一句 因為 譬如原本可能建築史 一直以來都是一些學院裡面看到的東西 但是近十年 二十年 其實很多書寫方法 流通 出版 都變得多在街上賣到的書去看 包括剛才說香港街市這本書 所以如果要進入徐教授的腦 我覺得真的買一本書來看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可以支持一下 另外就是 除了這些我覺得多元化了的建築史的推廣 另外我猜一會兒可能Carmen都可以補充 就是民間的組織包括 譬如Dokomomo 支持保育現代建築 都開始做多了很多公眾活動 我純粹幫忙補充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是很得益在民間的一些研究的人 其實我不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因為我很多時候都是追蹤他們的 Facebook 頁 不知道實際上那個版主是什麼人 但是你就會看到高手在民間 有很多我的照片都是在那些地方找到的 或者是他們提出了一些東西 令到我感興趣而繼續找下去 越找越多 當然我們在學校工作就會有多一點的資源 或者我們知道找這些資料的門路 但是其實我覺得現在的民間上面的研究 其實是有很大的幫助 還有做了很多事情 這個是非常值得鼓勵的 好多謝徐教授你所做的努力 因為這一點是跟整個社會的所謂集體回憶有關的 很多時候來說我們的集體回憶是跟兩方面是取得的 一就是文字 二就是建築 但很多時候我們忽略了建築 但是其實建築跟這個文字來說應該是重要性一樣 甚至某程度來說可以補充到文字 因為文字特別是在現今的社會來說 越來越少人看圖長多了 但是建築不同的 我們每天都經過的 我們很難想像一個社會是會忘記了過去的 而建築某程度來說 跟剛才徐教授所提供的資訊來說 它是有一個反映了我們一個時代 我們的父親、我們的祖父輩 他們是怎樣來到今天 是有一個可以說是連續性的 而不是突然間走出來 有一點我一直在香港住了這麼多年 有一點我很反感的就是 我們香港的建築就是刷太快了 很多時候我儀式的回憶是消逝了 就是不斷地刷 但其實我們這個刷的速度可不可以減慢呢 我經常 我都不是說不可以刷 但可不可以刷得慢一點 以及刷得沒那麼濫呢 我相信這是一個傳聞應該討論的 因為現在這樣的情況是一定沒有改善的 我們是否需要因為要逐利 或者是其他此事而非的理由 不斷地刷 而不將它停下來呢 還有一樣我想請教徐教授 剛才你用現代主義 來展示政府建築 但是香港很多的私人樓 你又可不可以用現代建築 或者用其他方法 來展示它的風格呢 這一點對更多市民來說 他所住的地方 未必是跟你剛才所說的 是有個直接關係 因為很多人都是住私人樓 起碼有一半 另外一半是公共屋邨 其實現在我們的私人樓 是拆得更快的 比政府建築物更快的 因為我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我希望徐教授能夠給我們一些意見 謝謝 多謝你的一些意見和提問 第一件事 我其實很認同你所說的 建築是很重要的 亦都覺得 我其實就想跟大家說 不要覺得建築是一件事 需要很有專業知識 才能夠明白或者欣賞的東西 為甚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每個人的個人的經驗 都是在空間裏面發生的 我們需要一個空間才有一個經驗 而我們身處城市的空間 就是我們自己的經驗所在的地方 所以為甚麼研究城市和建築是這麼重要 因為這就是我們經驗所在的一個地方 有很多人可能不喜歡看書 有很多人不喜歡看電影 但是你必須要在一個空間裏面生活 所以空間的研究其實是很重要的 我自己覺得 所以我是非常認同你這個說法 你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就是說那私人建築是怎樣的呢 其實私人建築當然是很重要的 因為香港的建築行業這麼蓬佛 因為它蓬佛才能拆得快 所以私人建築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但問題是現在我們沒有一個 似乎沒有一個切入點 怎樣去研究這些私人建築 因為它有很多 我們應該用一個甚麼的方法去研究私人建築呢 這個是需要找方法的 我認同是重要的 不過怎樣去找方法呢 不知道 正如我自己都是找一個方法去研究現代主義建築 我決定用政府建築作為一個切入點 當然你可以用其他切入點去研究 譬如是甚麼呢 譬如有一班人現在其實在做的 就是看國內來的建築師 他們在香港建築的東西 因為香港沒有本土建築師的時候 是很大部份的東西都是那些國內來的 又或者有另一批人會看 當時在外國來到香港的建築師樓 例如剛才說的公和洋行 就是P&T、L&O這些建築師樓 他們做過些甚麼呢 這個都是一個切入點來的 我相信我們是需要去找一些 有系統一些的方法 去做一個建築研究 就特別是我自己個人是覺得 是需要擺脫單一個建築 而是從大量的建築去做一個綜合的東西 那私人樓這個是很值得去想 但這是一個很困難的題目 因為所涉及的建築的類型是很多的 譬如開始有些人會看戲院 特別是之前黃都戲院引來的那個討論 也開始有些人去看戲院 其實我自己也有看過私人住宅的 譬如是美孚新村 或者是再早期一些的住宅 我也有做的 但這也是困難的 怎樣去做一個比較相對 有系統一些的方法去研究 這個是還未做得到的 但我想提出的就是 其實是重要的 私人樓這件事是重要的 但我們應該怎樣去切入這個題目 就未有很清楚 謝謝徐教授的介紹 剛才你舉了灣仔街市 我作為一個完全的外行人 我不知道怎樣去處理所謂的保育和發展之間的平衡 而在灣仔街市的保育來說 我自己是一個非常之外行人 我就覺得很四不像 即是很不倫不類的保育 不知道你對這個保育的方案 即是在保育的外殼 然後再在裡面建成千萬層的高樓大廈 這個取向有沒有什麼的看法 或者如果這些現代建築的保育 你有什麼建議呢? 謝謝 我自己對建築保育 我是比較開放的態度 開放的意思是 我不覺得建築物需要一成不變去保育 我們看到很多的例子 或者外國很多的例子 都是一個舊的建築物去保育了 或者加入了新的元素之後 讓它成為一個更加精彩的建築物 但是我覺得在保育的時候 有幾個原則我們是需要去堅持的 即是我們容許加新東西 容許翻新的時候 我覺得有幾個原則是要堅持的 第一就是說 我們保育完那個建築物的時候 我們還認不認得到它原本是一個什麼東西呢? 即是說如果它是灣仔街市 它現在保育完之後 我們還看不看到它 有沒有東西讓我們看得到 它仍然是一個街市呢? 我覺得這個是重要的 這個是無論是建築物的改動 能否令我們看到它是一個街市呢? 又或者是建築物改動完之後 新的業主提供的信息 因為這是一個教育的信息 它提供的信息 能否令人知道它原本是一個怎樣的歷史 或者怎樣的樣子呢? 在灣仔街市這個例子裡面 就兩樣都看不到 因為在建築物的外觀裡面 它自己本身的外形是一個很獨特的三角形 但是因為上面加了一層樓 其實令到整座東西的體量是不同了 一個比例的 那個三角形的流線形的部位變得很小 因為上面是很不規則的 所以就令到我們不能夠完全去欣賞到 它那個三角形的微態 第二就是說你去到 你會看到它現在裡面是變了 住宅的大堂和一些商店 你進去的時候 其實你完全不知道它是一個街市 也沒有任何的資訊 去告訴你它原本是怎樣的 所以在我自己看 我就覺得它不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我希望將來的保育 我自己開放 我覺得舊義建築物不一定要一成不變 但是在保育的過程裡面 最好是讓我們仍然明白到它原本是怎樣的 徐教授你好 剛剛聽到你說現代主義的兩個研究方向 第一個就是正如你所說的 就是因為有需求而會有一個重建 第二個就是一個去殖民地化的狀況 剛剛我想到一個位置就是港英政府 其實都處於一個挺尷尬的情況 就是作為一個殖民地政府 但它又面對戰後那種重建的需求 到底它是有一個怎樣的準則 去決定哪些去留哪些去建 例如其實舊郵政總局是拆了 因為那個需求的問題 變成現在我們看到的中環郵政總局 但有些建築是沒有拆到 例如舊立法會或舊終審法院 雖然它們有搬遷過 但其實它們都是沒有拆過 所以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港英政府去考慮 做不做現代主義建築的時候 它們有什麼準則 第二個就是會不會有些建築 本身它們有些超然的地位 是現代主義建築無法取代的呢 麻煩你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其實我自己相信當時的政府 並沒有這個保育的意識 就是說它沒有因為西式的建築物 它是建得這麼好、建得這麼漂亮 所以它是不拆的 它似乎沒有這個很強烈的想法 就是在我看到的文件裏面 總之那塊地有需要 其實它就很輕易拆了它 所以為什麼有一些留下 有一些留不低呢 其實我也不清楚它的準則是怎樣 因為看到它似乎是 對於那塊地的需要 是擺得很高的 所以為什麼呢 就是說你會看到 譬如我們用剛才的上環街市 去做例子 那個南面上環街市 即是T字形那個 就拆了 因為當時要建地鐵 它的位置就在地鐵線的上面 所以就拆了 但是西港城 就是北面上環街市 其實當時是第一批的 就是說有兩個上環街市 是差不多時間起 但是西港城又留得低 所以其實我們都不清楚 當時他們怎樣去選擇 又似乎他們不是真的 很有很深入的去討論 就是似乎他們的討論 並沒有討論 或者並沒有因為 那個建築物 那個建築的價值或者重要性 而去決定留哪些 沒有留哪些 似乎就沒有了 似乎他們多看地的需要 又或者是 那個建築物是不是還在用 譬如 舊立法局 即是舊立法局 它一直都在用 所以拆了它 又要找到另一個地方 的時候 似乎就是 有這樣的考慮 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想接穩 再做更多 不過我想看一件事 就是說我們看到 我經常說 戰後好像沒有了 西式建築的元素 有一個例外 所以你剛才說 有沒有一些建築物 是有一個獨特性 有一個例外就是法院 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 粉嶺的裁判處 或者北九龍裁判處 那幾個裁判處 其實它還有一些 西式古典的元素 在這裡 雖然它們都是戰後建築的 但是它有一個 我們很難去理解這個討論 就是因為它們 不是公務司處建築的 它們都是外判了 給巴馬丹娜 即是P&T建築師樓 它們一次過建了幾個裁判處 所以我們不知道 法院要保持這個 古典的穩味 是一個政府的決定 還是一個私人職流自己的決定 這個就不知道 我想知道 作為作為作為朋友 可能有問題 想問兩位朋友 或者三位朋友 或者我們不如一試過 聽完幾個詞 然後我們幾個回合 在最後 好 不要拍我 可以嗎? 不好意思 因為我不懂這些事情 我比較緊張 我不是很明白 什麼叫做現代主義 整個題目我不是很明白 因為這個題目 好像是說現代主義 和香港的日常建築 我自己來的時候 我以為有一個主義 叫做現代主義 說現代主義 如何影響我們香港的建築 我來一聽之後 徐教授說現代主義 好像 我不是很明白 其實 我只是不明白 所以我想問究竟是什麼 我聽到的就是 不是古典主義 就是現代主義 什麼叫做不是古典主義呢? 就是沒有了那些裝飾 還有沒有了幾何對稱 那一個就是叫做古典主義 沒有了古典主義 就是現代主義 然後我聽到很多那些街市 醫院、學校、政府建築、消防署之類 那些東西 我聽到的東西好像是 現在的現代主義就是 隨便起作去 省錢 起得快 適合需求 很多人要等著用 不夠學位 那麼 即是 快手 即是香港人那個 那些 香港精神 那我聽到之後 那這些東西 這一堆這樣的建築 遺留下來 經過一百年 我聽到的現代 就是這一百年裡面 建築的建築 就叫做現代建築 於是由這一堆現代建築裡面 走出來一個主義 那個叫做現代主義 究竟是現代主義 去影響我們建築 還是我們建築 我們看到一個 或者是社會潮流 還是一個建築的風格 我們叫做現代主義 我想問兩個簡單的東西 可以清楚一點 答到我想知道的問題 第一 在這一百年裡面 還有沒有古典主義的建築 第二 那位老友 問了一點點 就是這個私人 因為你說的全部都是政府的東西 非政府的東西 譬如教堂 我看這個一百年裡面的教堂 那些教堂 我看到很多都是尖頂的 很多都是圓窗 又是玻璃 又是顏色 那些算不算是古典主義呢? 我想去多點理解 去明白究竟什麼叫做現代主義 謝謝 可能要請兩位朋友 簡潔的問題 因為時間經過 我最主要是捧著師姐的場 我也是重大的校友 想聽聽師姐對現代主義 其實跟剛才先生問的類似 現在現代主義 對你來說是一個繼續延續下去 還是他已經終止了的一個主義 謝謝 我想問 我聽過別人說 石屎樓的壽命是大約五十年 其實隨著戰後 整批應該都差不多 有這麼大量的時候 如果真的要拆重建 不要緊 但是怎樣選取 其實火柴盒學校有整個層 怎樣選擇 多謝這三位的問題 對不起 我想問 其實現在很多要興建公屋 等等不同的建築 公共建築等等 其實這個建築 其實他們之前都說 其實他們很快地建築 但其實他們建築風格 會不會有發展的可能性 還是其實都是快點建好 可能有標準式去興建 好 我希望我盡量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首先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就是現代主義是甚麼 現代主義是真的一個主義 其實我們如果用英文 就是他所有的主義都是一個思潮 所有的主義都是一些想法 一些思潮 就是在啟蒙運動 在工業革命之後 當時的人 即是說當時的人 漸漸他有一個思潮 那個思潮就是他不滿傳統 即是他對於傳統是不滿的 他不想繼承那個傳統 亦都是他自己本身的經驗 就是他生活的社會已經不同了 我們不是再跟傳統的生活 是一直這樣繼承下去 他有一個這樣的 consciousness 即是說他開始知道自己的世界是不同了 亦都不想繼承之前的傳統 所以你可以說現代主義其實是一個反 當時其實是一個反傳統的主義 即是我們不再繼承那個傳統 那個傳統可以是一些學術的傳統 我們要追求多一些理性 可以是一個宗教的傳統 即是教廷是不是真的 這麼大的地位去說的話一定是對的呢 又或者是政治的傳統 是不是一定是有一幫人去皇室去統治我們呢 所以整個脈絡 即是在歐洲發生的變化很大 因為你會見到整個脈絡 就是帶到去法國大革命 或者有很多地方的革命 就是推翻了他們皇室的統治 在那個整段時間 在那個整段時間 有一批的人 他是開始有一個這樣的思潮 那個思潮就是我們不想繼承傳統 我們也知道我們現在的社會轉變得很快 他跟那個傳統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犯稱這個是一個現代主義 他們開始有一個這樣的 Consiousness 我們是一個現代社會裏面 我們的社會和以前的社會是不同了 是一個摩登的社會 但現代主義之下 其實是誕生了很多新的藝術的形式 比如剛才我們說的抽象畫 印象派 這些是現代主義 即是一個這樣的思潮 和傳統脫離這個思潮之下 是誕生了很多不同的風格的藝術作品 而在建築上我們也有不同的風格 而其中一個風格就是現代主義建築 如果用英文 我們會叫它是modernist architecture modernist architecture 而這個現代風格的建築 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一批歐洲建築師 甚至他們是在一個協會一起談出來的 而這個現代主義的風格的東西 其中一個很重要 其中有幾個大的原則 因為每一個建築師自己的設計 都會有些不同 但它有幾個大的原則 似乎是那些歐洲當時的建築師 共同是share的 即共同是認同的 第一就是說 它覺得功能是要主導的 即功能是凌駕了以前的一些 就是用功能行先 是凌駕了之前我們說 要著重它的規律 著重它的比例 著重幾何這些 而它覺得功能是重要的 第二就是說 不再著重那個裝飾物 他們說裝飾就是等同 就是他剛才說的 ornament and crime 就是裝飾就是罪惡 就是他們是厭惡了這個裝飾物 而這個厭惡是跟他們以前見到的 古典形式的一些很luxury 就是很奢華的建築 是跟那個有錢階級 或者皇室貴族教會是有關的 他們開始有一個這樣的 對裝飾物的延誤 這些覺得注重功能 希望可以大量生產 適合了現代戰後的社會 這些這樣的風格 成為了一個現代主義建築的一個風格出來 當然在這樣的風格 或者這樣的思潮之下 每一個建築師會有自己的 一些不同的處理方法 或者我們剛才舉的例子 不同的建築師都會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但是他們似乎都是跟緊這個 就是受到這樣的想法的影響 就是希望實用功能去主導 去大規模生產戰後所需要的建築物 的一個這樣的想法 那麼現代主義完了沒有呢 我上這個建築史的課堂 每年學生都會舉手問 我們現在還在現代主義那裡 我想其實很難去說 有些人說現代主義已經完了 其實有很多出名的建築史學家 甚至說現代主義已經完了 在六十年代已經完了 六十年代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後現代主義 就是有些人覺得 現代主義建築很沉悶 很煩厭 每樣東西都一樣 所以他要做一些事情 很搶眼 很突出 甚至是走回去傳統的 就是跟傳統的 賴起一些關係 所以有些人就會覺得 六十年代 那個披頭四的年代 反叛的年代 就是一個對抗現代主義的年代 那是不是就是一撇一刀切 就是那個時候真的完了 我覺得這個是視乎 你有沒有將那個現代主義的想法 就是說我對抗傳統 以及將它 由那個對抗傳統的想法 帶出來那個風格 就是說我們用一些很簡約的風格去 現在還是這樣做 你看看現在建的學校 和我們剛才看到的學校 是不是已經不同了呢? 我們現在建的遊泳池 建的文宇建築 是不是跟剛才說的 那些這樣的規律 橫直線的建築物 是不是不同了呢? 如果你看到那個不同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其實那個風格 已經不同了 即是那個風格已經轉變了 所以我不記得 還有兩個說法 錫士其實呢 是不是50年呢? 我相信是多於50年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錫士是一個很長 即是很長歷史的物料 只不過它不是大規模的應用 即是它在20年代才是大規模的應用 其實錫士是當時古羅馬已經發明了 我們看到古羅馬現在那個萬神殿 即是圓形那個 現在我們去旅行一定看到中間有個洞 有個洞有些光射下來 那個其實都是用錫士建的 即是它那個圓形的屋頂 其實是錫士建的 已經是古羅馬時期到現在 即是過千年了 其實錫士不是真的有50年的壽命 為什麼我們說它大規模的應用呢? 就是它是在19世紀開始 錫士是得到一個改良 改良就是在錫士裡面 侵入了一些鋼筋 所以我們先說鋼筋運營 就是說當它侵入了鋼筋下去的時候 它令到它那個仇的力 即是它是硬很多 比起以前羅馬人用的那些 沒有鋼筋的運營 其實它是受力硬很多 所以它才能夠大規模 在工業革命之後開始應用 因為工業革命才是發明了大量 即是容易煉鋼這個技術 然後將鋼鐵夾入到錫士那裡 所以錫士其實它不是真的有50年的壽命 但那個問題就是錫士當日的技術是很粗糙的 即是在香港或者其他地方 譬如我們這一代的人都記得的就是那些鹹水樓 就是說錫士自己本身就不是一種很短命的物料 而是只不過是那個技術 當時的人的技術 或者當時的人的孖夫做出來的東西 令到我們有很多的房子這麼短命 那個物料自己本身就不是一個短命的物料 剛才最後那個問題 這個題目太大了 我不會回答 坦白說 因為這個脫離了我們今天說的 那個現代主義 或者是當時戰後的環境 但是我想是在香港 其實為什麼研究香港建築市 有些人覺得我們只是一個本土的研究 但其實我覺得不是一個本土的研究 因為香港的情況就是反映了很多亞洲城市的情況 就是說它是脫離 我們曾經有一個殖民的歷史 整個亞洲很多地方有一個殖民的歷史 而現在的很多的亞洲城市 其實都是人口這麼大 那種濃度這麼厲害的時候 其實如果我們研究香港 其實是有機會令我們更加去明白 整個亞洲的發展 但你這個問題我真的答不到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太大的題目 香港現在再建樓的 怎樣去再發展 我們當時給一些掌聲 崔教授 很快說一句 下一講 就是這個通識教育部的 G.E.Salon下一講 都是關於香港建築的 亦都是關於 但是那個時間的跨度更加長 會是關於 香港的建築風格的故事 下一講 是由中大建築系的 韓曼老師去駐港 到時希望大家都再來 來留意這個談論的消息 是3月2日的 希望下次再見到大家 謝謝 謝謝